给你点上星灯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连生法王卢圣燕 在澳洲墨尔本善明同修会 期许弟子新建善明雷藏寺 后来更赐封连照法师为连照金刚上师 在善明同修会连生法王也亲自写下佛记 善哉圣弟子 明了自灯明 同事摄众等 修无修之法 慧大光明海 连生法王卢圣燕在当天非常慈悲 为弟子做了四个灌顶 文知实力菩萨在这里 一日金人法就是释迦摩尼佛的顶 传承加持 这个是一定要加持 四样都给你做 谢谢 蓝士丹的职位 今天圣燕会为我们大众换以下灌顶 完成法力加持灌顶 一字金人法灌顶 文书施力走灌顶 以及大伦金刚法灌顶 大伦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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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手印 這是榮之士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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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了當裝你們比一個就可以了 在澳洲墨爾本的夜晚 善民同學會這裡燈火通明 大家擠滿了堂裡堂外 只為得到連身法王的冠頂 在澳洲墨爾本的夜晚 感恩師爭 今天逆臨夏年紅周圍也會重開播 謝謝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m ready because I fall on, I fall on, I fall on You always say my hero, my hero, my hero And I do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Every side I know it seems to be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Thank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在這裡特別要一題的是 在當天晚上 征服弟子在墨爾本床 红灯酿成车祸 车头全毁 但是连同驾驶和同门 竟然完全毫发无伤 这真是佛菩萨的 大家持 逢凶化期 连身法王澳洲 精彩内容 请继续锁定 各位观众 为了推广提供连身法王 真机画作赏西 8月14日在台中物工 大品艺术中心 特别举行开幕剪彩 连身法王卢盛宴 将清零现场为书名签书 8月14日大品艺术中心 欢迎您前往参加 详情请殿 049-2312-992 各位观众 台湾雷藏寺 每周六连身法王 亲自主坛护魔法会 感谢您热情参与 现在一年一度的中原超度法会 将在8月13日举行 非常感恩连身法王 将在当天亲自主坛 大随求菩萨护魔 并且首次传授 大随求菩萨法 以及灌顶 法源书胜 请您珍惜把握 台湾雷藏寺 中原超度大法会 8月13日星期六 详情请殿 049-2312-992 卢盛宴的一生 挫折打击 毁谤总是不间断 他是如何走过 他是如何自在 卢盛宴文集最新著作 命风而行 隆重登场 详情请殿 049-2312-992 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这个阶段 要继续为您呈现 2011年西雅图 联生活佛大学同学会 在6月18日 四两学校大学部 32期的同学们 游历了美西名胜之后 搭机来到了西雅图 西雅图雷藏寺当天 是逢星期六的同修 许多外地的弟子 也纷纷赶到 标语市长 副市长 台北驻西雅图经文处 廖东周处长 抗力 本本贵宾 齐聚一堂 西雅图同学联衣会 让我们以热热的掌声 欢迎开启的到来 我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带你 去到我们这个地区里面来 大家一起来 我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带你 去到我们这个地区里面来 我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带你 中华国政府 在今天这个这么殊胜的夜晚 在这边 与在床的朋友们 与网络上全世界 与天下的真活动的朋友们 一起首先来祝福 我们卢盛严老师 卢斯坤 卢与他 生日快乐 当然不要忘了大家要 诚心的 请我注释 但是不要限制 卢斯坤的激动 祝各位师尊的 同学们 跟夫人的一个 愉快的体贴后 在此 谢谢各位 也再一次的 慰斯坤 祝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王宣宣的同学 你应该是我同学 所以 我要站在 全来 全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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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心 最终不以为 一句 毕竟 毕竟 在心 如同学 全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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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 全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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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香喪失 市長 市長 黑市長 各位綠賓 各位喪失 各位老師 各位師姐 各位師兄 大家好 好 1964年 武漢青森群結緣 47年 我們畢業以後 分發到各個區域 不停的行業 各自發展 我本人是分發到各個區域 所以說 同學之間要聯繫 困難都很高 他的業務不相同 所以聯繫 就比較 不那麼方便 也就是說畢業 我們是在四年四個月以後 就1964年到1968年 四年四個月 四年四個月畢業以後 我就沒有跟我們同學 借過面 後來呢 我們同學之間呢 也互相的 有耳語 所以我們盧同學 在學校裡面 就非常的有神機 唉唷 我說我沒有看得到 後來 講的人越來越多 我就注意到 最重點的一次啊 是在我們三十周年同學會 三十周年的時候 也就是十三年之前 我們三十周年同學會 那時候啊 我還沒有想到 我們都同學 結果你們同學就有人 爸爸 我們要到 美國西雅圖 找盧森葉開同學會 那時候啊 我不得不去 注意這個問題 可是後來想 到美國來開同學會 好像沒有這個例子 而且 舉辦起來很困難 所以延誤 延誤了十三年 去年 我們在台灣 那上次啊 我們盧同學 連身活佛 在他的號召之下 我們到了五十位啊 連家庭 到台灣的上次 接受 接受我們盧同學 連身活佛的邀請 這時候啊 我才發現 我老天啊 不得了 怎麼爬滿地啊 我走都走不通了 我回去以後就想這個問題 哇 真是不容易 後來我就啊 開始 看我們台灣的燃燈雜誌 慢慢地了解到 我們問大的一個同學 他不是當年在車輛學校爬格子的同學 他是兩百多人的巨座的大作家 那在去年 同學會當中啊 把這個三十週年的這個議案 就提了一下 當然啊 會有人反應 但是反應好像不是很熱烈 但是我們連身活佛 他講了一句話 歡迎到西亞 結果全體無意義地碰破 我才發現 我本來以為我滿了 神器 結果他還一大一大劑 我招不動了 連身活佛金口一開 今天我們在座 大概超過四十位韓家 韓國人 我們一路 從桃園機場 從過山基進來 一面旅行 各位同學的心啊 就非常的急 就想到 離西亞圖雷杖市是越來越近 哈哈哈哈 於是乎 我們同學 就齊聲高呼 活佛 活佛 哈哈哈哈 那今天呢 我們正好又欣逢 我們盧同學 連身活佛的 六次近期華誕 我們魚有容焉 感到非常開心 我們恭祝 盧同學 連身活佛 生日快樂 萬少胡佳 也敬祝我們在座大使 市長 市長 副市長 各位貴賓 各位上司 各位師姐 全體的師姐師兄 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報告 抗議 謝謝 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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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 貴賓 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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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W CTM 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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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六年 三年 四年 聖魏彬 聖魏彬 我們有一個聖魏彬 在明天,在倫波雷漿天堡 是明天,在十二十多年 那今天,這個 是我的,好像是明天才是正日 那感謝這個所有的,感謝師母 所有的上師,教授師,法師,講師,助教,唐主,各位同盟 還有網路上的同盟,大家吉祥 剛剛我想了一下,生日感言其實也沒什麼 我以前從來不過生日,小的時候 有一次我的老師跟我講,今天是你的生日 回去跟你爸爸講 我回去跟我爸爸講 我爸爸講說,很好,那今天就不打你了 明天,明天再打 現在有這麼多人跟我過生日 我怕死了 我會被打扁 那我的同學來,我當然非常的高興 歡迎,都來不及 這個,車廂學校大學部 聽楊會長講 從來就沒有車廂學校沒有什麼同學會 只有我們三十二期有同學會 非常難得,楊會長的領導能力是非常高的 我很感謝我的大學同學 內心是由內心發出來的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我沒有辦法畢業 我最困惑的一件事情 這一生當中,一生最困惑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考試的時候 這個考件到底怎麼打才好 一直在我夢中出現 每天,有時候晚上做夢啊 都會夢到在學校裡面考試 最困惑的時候是 我左邊的同學 右邊的同學 兩個人答案不一樣 哪一個是對的 我記得我前面做的那個同學 就是卓青郎 卓青郎同學,他今天沒有來 他戴一個眼鏡 戴一個眼鏡,深度眼鏡 他的數學始終是不錯的 我說,放下來一點啊 他說,他會回我一句 每一次都這樣 其實,大學的時候蠻好玩的 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考試作弊 誰也難免 誰也難免 看左右同學,看前面的 還有看我桌子上的 還有看我的三角板 有一次是這樣子的 考出來的數學,我三角板都有 非常地高興 馬上把三角板的統統寫在考件上 我第一個交考件 終於不用他人幫我 我自己已經解決了 很高興,到了學校的福利社 買一罐肉食,更麵包 就吃了,我第一個考試出來 哇,很好 我一想,不對啊 到底是哪裡不對啊 三角板放在我的桌子上 沒有跟著收回來 結果我就趕快跑去那個考場一看 那個監考老師 監考的那個professor 他就坐在我的位子上 拿著我三角板在看 哇,每次都做這種惡夢 做這種考試的夢的時候啊 我就想起了測量學校 三十二期 然後我大地系 跟地形系測量的同學 自圖系,還有航空系 看到他們 內心很感動 都是你們幫助我的 我覺得我今天啊 他,恐怕不知道留給到哪裡去 到處去流浪 各位觀眾,台灣雷藏寺每週六 有連身法王親自主壇护魔法會 感謝您熱情參與 現在一年一度的中原超度法會 將在八月十三日舉行 非常感恩連身法王 將在當天親自主壇 大隨求菩薩护魔 並且首次傳授大隨求菩薩法 以及灌頂 法源殊聖請您珍惜把握 台灣雷藏寺中原超度大法會 八月十三日星期六 詳情請念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剛剛我們看到了 六月十八日西雅圖雷藏寺 慶祝連身活佛大學同學會 同時為連身活佛賀壽 僑務委員卓鴻寅先生也致贈壽禮 特別的是 聯香上師與盧聖燕布施基金會總裁盧佛琴博士 展示了一項珍貴禮物 那就是美國太空總署 發現號太空梭 在最後一次航行 再運了連身活佛的龍袍 和盧聖燕布施基金會的T-shirt 繞行地球202圈 這真是稀有唯一的生日賀禮 這是六月十八日一連串的生日禮物 在當天連身活佛盧聖燕 第一次在大學同學面前開示六組彈禁 法味無窮 我們就繼續來看精華內容 我常常教大家 這個 把開悟的記 拿給我 我看看你們有沒有開悟 這個裡面就有開悟的話 聖地一不為 也就是說 他已經不用做功夫了 什麼功夫都不用做了 也沒有什麼功夫了 既然沒有功夫 還有什麼階級呢 你知道我們那個所謂的台前道 有所謂黑代啊 藍代啊 白代啊 那個都是階級 都是階級 這個我們中國中也有階級 有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還有唐主 紅髮人員 都有一個階級 他們都有衣服 領子上都有顏色 上師是 黃色 教授師是 藍色 綠色 講師是藍色 法師是 紅色 這個 這個 助教是白色 唐主沒有色 都有一個顏色 這就是一個階級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階級 你修行到哪一個程度 給你哪一個階級 這個行師禪師講 什麼是沒有階級 他説你做到 你修行功夫做到什麼程度 聖地不為 也就是四聖地 他已經都沒有做了 我沒有位子 無位 師尊現在坐在高座上 有位 我剛剛也有下來 對不對 無位 為什麼要下來 想起過去的同學 跟我都是平起平坐 同學來了 會長說話 我表示跟同學是平等 沒有差別 我必須下來 跟楊會長站在一起 表示我無位 但要說法嗎 就是要坐在正中央的法座上 那是沒辦法的 其實師尊也是無位的 盧思尊本身也就是無位的 我沒有什麼階級 我甚至跟大家講 我可以落兩點給大家看 甚至於我可以落三點 只是不好意思 因為全世界只有一個禮堯做過 因為全世界只有一個禮堯做過 那落三點 同門都叫我不可以 其實我修的境界很高 你看又講到境界了 不好意思 是沒有境界 我修的境界已經到沒有境界 我修的境界已經到沒有境界